大家好我是三喵 今儿见书一说到读书 家里的猫猫都吓跑了 所以今儿就我一个人 那么今天我们讲一个刘伯老师的历史四部曲 分别是这个失败者的春秋 这个袍瓜 袍瓜其实是讲孔子的故事 读史记孔子世家 然后战国歧途 以及司马迁的记忆之野 这四部曲 有人说这四部曲为什么叫历史呢 对吧 你就算中国的历史来讲 OK春秋啊 孔子是春秋末期的人 战国我能理解司马迁 他是这个西汉那个时候的人 你这个是根本就cover不到中国的全部的历史 说的非常好 但是这四部曲啊 讲的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事情 叫周琴之变 周琴之变 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影响更大 对吧 这个周朝的时候分封制那样的周礼 那样的一个时代 后来被残酷的秦制所打破 那么虽然秦国我们说二十而往十十五年就完蛋了 但是所谓的汉成秦制之后 这个秦制在中国有顽强的生命力 直到现在 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 那么在这个时代里面 当事人他的感想是什么 以及对吧 你在这个情况下 他的影响你该如何评估 这个是理解中国历史最为核心的一次改变啊 刘伯老师写了这四本书 有人说三彪你建书吧 我这书不够看 好 这一项推荐四本 话说之前我在杭州是见过刘伯老师的 那么他当时签售的是这样的一本书 战国歧途 那么当时呢 我是作为一个观众 我就问他 我说刘伯老师 您这个歧途这样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说您认为战国那个时候 那么周秦之变啊 战国的时候 这个秦制已经在很多地方建立起来 你比如说法家 李徽 首先是魏国 然后是秦国 等等 这些地方建立起来 那么春秋时候的战争 多多少少还上了 战国时候动不动就是杀人迎野 你像那白起白疯子 搞成那个样子 我刘伯老师 那刘伯老师 您觉得这个中国是 走上了歧途 这是偶然的 还是必然的 对吧 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 对吧 也挺难回答的 但是刘伯老师至少回答了第一个 他觉得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歧途 这是一个不幸的事情 对吧 那如果您是站在这个秦始皇和汉武帝的视角上 如果您是站在那种雄才大略的人的视角上来看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 我当个秦始皇 比当个周天子 那个是要好得多 为什么呢 因为那我可以掌控天下所有人的命运 对吧 谁要是反对我我就可以让他死 但是周天子他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那但是如果你不是皇帝 那秦制对你来说可能就是那种窒息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企图 其实我问的第二个含义就是你的这个企图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那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的 这个我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也是建书 是这个卡尔波波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就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它一定是必然的吗 对中国来讲对吧 the transition from chill system to change system is it a doomed change 你看我这里用的英语 我会用doomed cursed被诅咒的注定发生的事情吗 对吧 那这个东西 刘伯老师也很难回答 我们说历史毕竟是有很多很多的偶然组成的 我自己对历史决定论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怀疑 那么在此之前失败者的春秋 像春秋那个时代 那刘伯老师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失败者的故事 其实春秋很多人你管重 难道不是失败者吗 他当年可辅佐的不是公子小白呀 对不对 后来他作为一个失败者 是怎么被齐皇公小白给拥下来的 诸如此类啊 袍瓜 为什么叫袍瓜呢 因为孔子啊 那个时候袍瓜指的是葫芦 对吧 这个如果您家有葫芦的话 可能您是给它挂起来 您不太会吃 这个袍瓜指的是什么来着 就是啊 我我我去装饰 我不是去用的一个东西 这个孔子世家这本书写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觉得是这次四部曲里面写的最好的一个啊 就是他这个故事性非常非常的强 甚至说如果您家有小朋友的话 如果小朋友上中学了 我觉得完全可以给他读这四部曲 尤其是从这个袍瓜开始去读真正的孔子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且以孔子为切口去看这个春秋末期的时代啊 那么袍瓜这个东西就我们知道孔子 他是有一整套施政的这种理念的 他所谓的恢复周礼 那我顺便说一下 之前我说中国秦朝之后是封建 这话是绝对不对的 那有人说那周朝的那个制度是封建吗 也不能这么说 回头我会专门做一节目 但是周朝的制度的确比秦朝的制度 它更像是封建那个样子 就按照礼节上下尊备掌揚 这个孔子曾经对习近公说过嘛 君君臣臣父父子死 那有人会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来着 对吧 就是这个压迫给人洗脑 其实那意思啊 国君要像个国君的样子 臣子才会像个臣子的样子 这齐景公听了 特别满意 原来只有这样我才能吃到苏米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对不对 可是到了后代是什么呢 君不君臣还得臣 这就是周治跟秦治 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的差别 孔子是试图恢复周朝那样的一套制度 但是这个刘伯老师也说 他呀上反专制下反民主 那么自己呢开学 我们知道孔子的门徒很多嘛 打开了平民做官的通道 对吧 亲手这种平民做官 会亲手毁掉这种贵族的旧制度 而自己呢又想恢复周理 所以说孔子呢 他是一个摆着一副往前冲的姿势 脸却扭着往后看 这样的一个人 你说尴尬不尴尬 所以孔子啊 这不是后来周游列国 七十余国国君不见用吗 孔子啊怎么样 哎呦您是一大闲人 好的 但是我不用你 无劳已 不能用你 这孔子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袍瓜嘛 什么叫袍瓜啊 就挂着 挂着 我就 我就不给你去用起来 那 这个 我觉得 可以作为一个如雪 这样的一个 入门书 战国歧途 我刚才也讲到了 可能是一段很悲伤 很悲伤的历史 那么到了战国之后 秦治在中华大地上 已经遍地生根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事情 我可能说句有点过分的话 对吧 邱吉尔曾经做过一个演讲 对吧 邱吉尔做过一个演讲 他说 如果我们胜利了 就是在那次当首相之后做的演讲 如果我们胜利了 整个世界 包括美国都会得救 如果我们失败了 整个世界 都会被投入新一轮的黑暗之中 他用的那个黑暗那个词 地狱用的八一词 如果你懂英语 应该知道这个词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黑暗 那这样的一个黑暗 永无边际 而且由于技术的进步 可能看不到尽头 那这样的黑暗到底是什么样呢 看看秦治社会就知道 都不用你往前看 你看看明清那个时候 对吧 现成会不是聊了很多乾隆皇帝 那些事吗 你看看乾隆皇帝那么变态 你就知道了 对吧 到司马迁的记忆之夜 司马迁 他就记载这种秦治 我们说司马迁是活在汉武帝时候的人 汉武帝 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秦治又给加强了 里面讲的李广的故事 那个 我们知道李广是怎么死的 对不对 这个带大军出去作战 迷路了 对吧 找那个魏清去解释 李广在将军仗前停下来 说 我不能为刀笔小利所累 刀笔小利 就是那种基层的那种办事员 所谓的那种帝国罗斯丁 于是李广就自杀了 那么司马迁写下这段的时候 声情并茂 刘伯老师说 他都能想象 一定是有人把李广的事情 跟司马迁说的时候 说到这一段是放声大哭 对吧 咱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什么 风唐一老 李广南风 那李广 真有本事的人 但是问题在这种小利 勤力下的 勤制下的小利 只是专门刁难李广吗 我看未必 前几天给女儿去 所谓的错过成人礼的 那个社区书记 难道不是刀笔之力吗 这两天黑龙江 这两天黑龙江哪个地方 对吧 一个所谓的防疫检查人员 进到那个奶茶店里面 因为奶茶店员工没有说 你先扫码 然后就被就把这个奶茶店给 执行查封 这难道不是刀笔之力吗 所以说 看这东西 你会觉得非常感慨 你知道吧 国家怎么就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或者你用那个金仔归那句话 阁下 这帮重制在一起 对吧 这个国家怎么会好呢 这个国家果然是不会好的 所以你看 几百年一次就 就重启一次嘛 对不对 唐朝最早289年 你不要跟我说汉朝400年 那个是西汉东汉的 而每一次重启 差不多那就是赤地千里 流民 流民 白骨碧玉也 流民 特别特别惨 对吧 可能这种 周秦之变 秦治 秦国 完蛋了 秦朝完蛋了 把秦治流了下来 可能是这个民族的一个 永恒的诅咒吧 那么刘伯 他用的这种技术 是把这个周秦之变的前前后后 我觉得讲的 还是蛮精彩的 对吧 就是你读了之后 可能会有 淡淡的忧伤 但是会觉得写的不错 反正我觉得这本书 这四本书写的相当相当的不错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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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